國際上是都一直都很關心我們台海的局勢 有美國媒體就說 美國和日本最近這幾年來 都在想台灣還是出事的應變價位 不過還會出兵來跟我們台灣搭三天呢 日本政府是要不敢看保證 有時候就說 就算日本無法再一個戰爭 要是提供物資來跟我們搭三天 共播共播 15到16時6點未知 有15家室的中間軍人 10家室中間軍旗親了台灣 台海救世金長 管理過日報報道 美國和日本共同最近一年多來 一直為台灣有待會來制定應變的價位 遠連對撤 不過考慮過來關鍵的民意 又沒有想要跟中國人民的情報 都在考慮 日本政府對著心思出兵來參選 協助台灣一直無管 讓這個方便的情報 依照美日安保的規範 也就是美國如果介入 在台海的軍事衝突 那麼日本很可能就是會提供 後勤的保障支援美軍 或其他盟軍的油彈補給 或者是作戰裝備的修復 或者提供起降場 或者是港口 人家在日本參謀書上 投資兵民間美日台聯合兵推的 學家所集團結束 日本如果是因為 現況方便的漢字 我就直接來概率戰爭 以外經由提供物資來支援美軍 在剛入末的第56次 黨集合中會議中 美國、日本、韓國代表 分別會合中間中央 外宿辦公室主任 王家錫 也都強調 尤其是台灣海駕 河邊穩定的重要性 美國還不聽布林肯 在黨會議中 這次全球超過半數 和在黑文每天通過台海 而且全球7000英雄 百度提供台灣來製造 代替別人 負責所有國家的利益 還在講到美方 持續反對 任何片面改變現狀行為 記者 綜合報道